感谢你们的支持 妈爹讲故事满三周年了 那么华宝要特别跟你分享 妈爹讲故事2.0官方版的APP 已经隆重上线 邀请大家可以马上下载体验 新的APP呢 有更完整的故事分类 更贴心的播放功能 还有限时免费三个月的 妈爹小知识 每天都有新内容可以听 当然了 也有最新上线的恐龙小学 原创广播剧 快下载妈爹讲故事2.0官方版APP 让华宝给你最好听的故事 半夜里的探险队 作者呢是日本的冰口香奈 翻译郭林立 这本书呢是由小康轩出品 半夜里的探险队 哎哟 亚人 你又不小心尿床了吗 哥哥悠逗啊 对弟弟说 才不是我呢 都是尿尿怪啦 亚人说 尿尿怪 那是什么 那是一只怪兽 一到晚上 他就会出现 跑到我的棉被里尿尿 尤斗想了一下说 哦 我知道他 我也曾经啊 被他整过哟 如果是尿尿怪啊 我知道用什么方法可以对付他 今晚我们两人一起给他点颜色 瞧瞧 兄弟两人 瞒着妈妈 偷偷做了准备 我们是半夜探险队 等到晚上就出发 去打倒尿尿怪 太棒了 当爸爸和妈妈睡着后 幽斗把亚人叫醒 喂 亚人 我们要去对付尿尿怪了呀 嗯 哥哥 我好想睡啊 噓 小声一点 我们是半夜探险队 所以 不要叫我哥哥 要叫我队长 是的 队长 两个人 捏手捏脚地 走出房间 嗯 队长 这里是哪里呢 这里是尿尿怪猪的丛林啊 不知道会出现什么来攻击我们 所以要多留意周围 是的 队长 于是 两人慢慢地前进 哇 是陡坡 亚人队员 下坡 要小心哦 嗯 是的 队长 可是队长 我好像 快要尿出来了 不要说尿尿 要说雷射光 再忍耐一下 就好了 走下斜坡之后 发现了不明的古代遗迹 队长 那是什么 那是猛兽大猫的巢穴 可 可怕吗 别怕 别怕 他现在 好像不在 就在这个时候 突然出现了 咔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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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声响 队长 好像 有什么声音 哇 是猛兽大猫 呃 搞可怕呀 队长 大猫看到探险队 两人的身影 大吃一惊逃走了 吓 吓我一跳 亚人队员 你还好吗 嗯 雷射光 露出来了 全 全部吗 还有剩下 那就好 走 继续往前 这里 就是尿尿怪住的地方了 嗯 就是这里了呀 好 准备前进咯 优导将石头大门开启之后 看到尿尿怪正在睡觉 当我把他的嘴巴打开 你就射击 了解 这时 亚人已经准备好雷射光 要发射咯 一 二 三 发射 亚人做得好 尿尿怪被你打败了 可是 雷射光弄到内裤 内裤有点湿了 别担心 包包里已经准备好探险的道具 优斗从包包里 拿出了一条新内裤 递给亚人 真不愧是队长 好了 那我们回去吧 嗯 隔天早上 哎 亚人 今天没尿床呢 你好棒哦 半夜探险队 任务完整 好了 小耳朵们 听完了今天的故事啊 花霸想问问 你有没有半夜起来 打败尿尿怪的经验呢 赶快来社团里告诉花霸 2 6 5